前天直播,网友在直播间问道 小胡,马自达CX5和2023新款本田C2V 该选哪更好,哪个实用,省心,耐用 那我想问一下粉车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款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他个建议 看看这两款车哪个正在扯猫咯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2023新款本田C2V 最大的改变,车身长度增加了80毫米 然后就增加了7柱板板 其实紧凑级SUV,7座车型就是临时应付一下 4分8分的,长时间乘坐绝对是不舒服的 绝对是扯猫咯的 那么这两台的车能抢路上 2023新款本田C2V也做了一个提升 AB车达到了1500兆帕 但是使用的比例很小 和欧美那边还是比不了的 大家都知道以前的C2V车能抢路 A车B车才不到1000兆帕 现在提升到1500,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 是不是,但是比例上还是不行的 日系车车上安静做的好的 还处马自达比较优秀一些 A车B车都能使用的1500兆帕的认识银钢 车能抢路要比本台C2V好 而且用的比例要比C2V要好一些 那么动力上它有2.0升 还有2.5升 尽量买2.5升 2.0也够用 毕竟智能吸气 买个2.5的更好一些 而且2.5有智能失去 2.0的没有 有这个区别 匹配的是马自达自家生产的6ET变相 这款6ET有人说是爱信技术 其实一开始有一点点它的技术 后来都是马自达自主研发达 它的6ET有两套星母身 形成组织组成 通过节肉实现6个岛位 这个变速箱换到轮椅上 非常聪明的 非常好 只如说跑高速 有一次6个岛位 有些吃亏 油耗屏高级 四月代步 换到轮椅上 各个方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虽然品牌养力不如财富 爱心 但是变速箱的质量上 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包括它的自然系发动机 马自达 马以为要的蓝天创始科技 不是指责它一个发动机 而是整套的一个动力总成 包括底盘胸挂 还有这个变速箱 发动机 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正常系保养 不会出任何毛病的 前后都是独立胸挂 CRAV搭载的是 Dio梦的1.5T温轮椅发动机 还是以前刚才传输的CVT变速箱 动力总成都是一样的 只能变得是外观 还有一个气柱 这两台车司机开起来 初步起步加速 肯定是CRAV更好 因为它有涡轮椅的加持 但是过了84公里以后 还是马达C35的2.5升 动力更加强劲一些 变速是个大自然系细发动机 是不是 而且这个6T变速箱 就要比你CRAV的CVT变速箱 好太多了 CVT变速箱不可以积累 暴力驾驶吗 因为打滑 耐用性不行 公主说大老就不行了 打滑 更换 那么AT变速箱呢 肯定比你更一样的皮特耐用 操控性更好一些 CRAV 这个车型这块 操控这块 绝对是没有CX5好的 马达达的车子嘛 都调削到底盘轰卦 偏操控性 是不是 而且底盘 用材啊 质量上呢 材料上呢 要比这个CRAV也要好很多 如果是我 我会选马达CX5 就一个6T变速箱 就要比CRAVT好太多了 那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这两款车子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 不同一样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 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